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次讲的内容就是经过了大航海时代之后的美洲大陆的新发现 就是美洲的历史了 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消息 传变了整个的西欧 在1733年,那里也开展了殖民行动 当时在17世纪初,英国在北美殖民开始 到18世纪的30年代,共建了13个殖民地 这里包括了欧洲移民、非洲客人和印第安人 我们首先讲回1500年前后 大航海时代的开始,带来了几样的影响 包括了西班牙人带来了传染病 接着也大量屠杀和劳役当地原住民 导致印第安人帝减 而另外就是美洲作物的传播 包括了苏米、番薯、马铃薯等等的美洲作物 就带回到欧亚的地方 不单只增加了粮食的种类,也都养活了大量的人口 接着就是黑奴贸易的盛行 为了开发美洲殖民地 欧洲人就从非洲捕捉了很多的黑人 带到美洲繁怀作为奴隸 而欧洲势力的兴起 包括了英、法、葡萄牙、西班牙 而之后的荷兰都是加入了这个行列 去到殖民 所以就陆续在不同的地方有殖民地 包括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的地方 好了,我们今节就先讲到这里 之后我们会慢慢跟大家继续讲美洲大陆的历史 好了,今节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